观众朋友们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中国大陆学者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海外民主人士认为 中国的经济即将崩溃 甚至已经崩溃 为什么给中国经济好卖如此不容易 张博主教授在第四期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上发表了 红色帝国政治经济学议文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张教授认为 其实对中国经济好卖难就难在 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纠缠在一起 我们必须把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分析 和对中国现行体制政治学的考察 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正是两者间深刻的互动 体现着红色帝国政治经济学特有的逻辑 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红色帝国政治经济学 我们连线的嘉宾是著名政治哲学家 哥伦比亚大学克卓教授张博树先生 下面有请张博树教授 张教授向您请教的问题是 什么是红色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您对两种观点 就是大陆学者认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和海外学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崩溃 或者中共的经济即将崩溃 这两种观点你都此批评的态度 你的原因是什么 您刚才提到的两个概念 就是红色帝国的政治经济学 这里涉及了两个概念 那么一个是政治经济学 一个是红色帝国 我们是不是先简单的把这两个概念做一个解释 政治经济学呢 这个词当然这是个老词了 最早说起来是400年前 1615年 当时有一个法罗人叫做孟克莱星 他写了一本书 书名呢就叫做 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 所以这个词呢 可以说是这位法国人首创 但是在其后的两三百年时间里边 大体上就是19世纪以前吧 政治经济学这个词 它主要讲是经济学里边 对于财产的产生和分配 关于这个领域里边的研究的学问 这是政治经济学 那我们所知道的 比如说法国的中文学派 英国的古典经济学 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当然这个19世纪的马克思 他那套经济理论 他自称也是政治经济学 那我今天用的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概念 不是在那个意义上 我用的这个政治经济学的话 它更多的指的是 要结合经济学分析的手段 和政治学考察的工具 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 来观察和分析 当今中国乃至于世界的现实 是这么个政治经济学 所以他不是说 仅仅是从经济意义上来考察经济 而是强调要从政治学的背起 把政治学分析和经济学分析结合起来 这样的意思 这是第一 关于什么叫做政治经济学 我用的这个词在这是什么意思 其次您刚才提到这个红色帝国 这个概念当然是 这个最近两三年以来 我是常读的词 我不是发明者 第一个最先用这个词的 那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李伟东 这个大约是在习近平刚刚上台半年左右的时间 然后伟东就用了这个概念 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 不过那个时候的话呢 李伟东这个词主要还是用于分析中的那种 那我现在把这个红色帝国这个概念 更多的是把它从中国 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 党国 他在内政外交领域里边的一种 综合性的表现 用这个词来概括 它是处在一种这个扩张的态势当中 这个所以红色帝国呢 我觉得是理解和把握当今中国 或者是当今党国的一个 好像还是很好用的一个分析工具 所以我们现在把两个词结合起来 叫做红色帝国的政治经济学 那这个简而言之呢 就是要用一种政治和经济 结合的手段来分析当今中国红色帝国 它的现状和它未来的发展的趋势 那当然也是我这篇文章 这个一个主持 那刚才您谈到了 说我这篇文章 似乎对两种相反的观点 都是批评态 一个是认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很不错 甚至有人把它归结为这一种模式 所谓中国模式 认为中国模式的话 将要引领世界 这是国内很多党国学生 一听到我们的查课 那么跟它完全相反的观点 就是中国崩溃论 中国崩溃的 当然在海外的话呢 也已经迟迟有年了 直到最近也还有一些朋友在讲 说中国经济不成 很快要出大问题 那今年以来的话呢 我所看到的我们海外朋友圈子里边 特别是海外民运这个圈子里边 好像有一些人一直在讲 2017年要出大事了 那共产党撑不过今年去 如何如何 这两种观点的话呢 的确我个人都不赞成 前者嘛 所谓这个中国模式论 那种观点的话 显然是在给党国唱赞歌了 有些是体制内的学者 不管他是出于这个拍马 还是出于投机 还是说他自己就真的那么认为 总的说这种观点 其实是经济不成推敲的 因为他这个回避了 当今中国的这个问题的内面 这是一块 那么中国崩溃论的话呢 我之所以也不赞成 是因为我们这些朋友呢 出于他的那种反共立场 他往往对中国经济现成的那种阴暗的东西 那种负面的东西 他把它看得很重 甚至的话呢 把它夸当 但是也没有能够看到中国经济的整体 他有一种心理上的焦虑 他希望这个革命去快点成功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用这样一种情感上的东西 来代替一种科学的判断 那他得出的结论就未必是确切 我在这个文章里面的话 甚至用了个词 我说这是一种反共幼稚病 他这观点这个也可能会引起我们一些朋友的批评 这没关系 大家可以讨论 我个人的确是有这样一种感觉 假如说国内的那些个 这个为中国赞歌 中国模式唱赞歌的一些人 相当一部分可能是犯了软骨病 那么海外的这样一种 这个一直在讲中国崩溃的这样一种观点 大概就是犯了一种这个反共的幼稚 所以这两种观点我个人都会赞成 那么现在我们来讨论 我写这张文章 也是希望能够用一种相对客观的 平时的 但是呢 要有科学数据和科学分析作为依据的 我们来讨论当今的中国 到底它的经济是一个什么状况 特别是从这个政治学和经济学结合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那么我们能够得出一个什么样的图形 张教授 中国经济这几十年所创造的奇迹是有无共睹的 谁也不能否认 但是这种奇迹的背后的深层子的政治经济 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 这个在过去的四十年时间里面 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长 如今的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形成这一种所谓奇迹的这种背景 或者说它的根源 我觉得至少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 从这个 整个时代演进的这个背景来看 那大家知道说文化大革命 曾经造成了中国经济 跌入到低谷 因为文革的时候 那当时毛泽东是讲这个 这个乌鲁邦社会改造工程 他是讲的话要靠灵魂去爆发革命 每个人都可以自觉的为社会贡献 所以当时是批判物质刺激 批判奖金挂创 批判自占阶级法权 那个时候的话呢 谁要说发财致富 谁就发个大忌了 我们也来做的节目里面谈过这个话题 那十年文革造成了一种票据经济 短缺经济 彻底的压抑了人们的那种 这个生产和劳动的积极性 那你想想 这个形成的一种反盘力能够多大 所以一旦说文化大亨论结束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 发财致富不但是最后 变成合法的了 变成官方在鼓励的一种行为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蕴藏在民间的那种 这个生产的那种动力 那种发财的动力 就会不可遏制到释放充分 用个形象的说法叫做潘多拉的匣子打开了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说老实话你政府什么都做没关系 你只要把经济的政策给他放开了 允许老百姓自己去发财支付 自然这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充分的允许 我觉得这是我们理解 这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 是一个这个根本的背景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呢 当然这个经济政策做了很多调整 市场化的话呢 这个进程在推进 当然都有助于这个整个经济的成长 就是这是第一个 这个无论怎么估计 这一点都不能过分 第二点呢 就是八十年代以后 到了九十年代 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 中国迅速的 这个一步一步的 进入了整个世界 2001年中国加入WTO 在那之前的话 经过十几年的入市的参考 中国也在不断的创办条件 比如说这个 这个让自己的这个汇率管制 这个水平 另外这个进出口税的 这样一种这个标准 尽可能的向世界接触 按照WTO的要求来调整 这当然的话呢 可以说中国政府也付出了巨大 那它的结果是2001年 中国最终成为WTO组织的成员 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 和整个世界经济 更加紧密的结合了起来 中国成为世界这个生产 和贸易分析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面图 这当然对促进中国经济的起飞 促进中国经济的成长 起到了巨大作用 中国从来把中国的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 这是第二条 那么第三条 我觉得这条也很重要 而且也更贴近 我们所说的这个政治学的分析和经济学的分析结合 那就是中国呢 在八九六四以后 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 这个共产党当时的这个合法性 受到的巨大抗争 那么它为了重建合法性 才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基地必战 因为它知道 你这个天安门开枪了 这个过去四十年 共产党建模时候 或者建政时候的合法性 可以说受到了几乎是根本性的摧捕 它怎么才能重建合法性 那就是让老百姓把日子过好 让中国的经济能够起飞 那个说的话 那作为执政者 那当然老百姓就会用过 它是按照这么一个逻辑的思考 那怎么才能让经济发展呢 那当然最过硬的 最直接的 看得见摸得着的 就是GDP 国民生产总值 那国民生产总值能够迅速的跃进 那国民生产总值一年比一年高 那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是吧 百分之八 百分之十 甚至更高 最好 所以基于这么一个逻辑考虑 那过去这个九十年代以来 历届的这个中国政府 从朱镕基时代 到温家宝时代 那到今天的立刻家 可以这么说 都在把GDP这个事情 看得非常非常 他会从中央政府向下边的各级地方政府层层压制油 要求你必须完成一定的GDP的增长 增长率 它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 地方政府如何完成上级压制油 它就必须想办法 去加大投资 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的成长 那在这个方面 地方政府想得寻许多多的办法 想得寻许多多的招 比如说 他们随便举例子 这个地方政府拿到的这个 比如说是这个财政支出 其中的一部分 我要用来 用来这个发展经济 但是 这个投资 这个财政支出呢 不见得当做直接投资 说一亿元人民币 我不是直接把它当做投资 那一亿元就是一亿元 地方政府它会想很多办法 它把这一亿元当做资本金 然后想办法去带 那这一个亿就可能带来五个亿 甚至十个亿 当然是在这个政策许可 或者在政策许可不许可之间的边缘线上 他们会去想办法 要在那些灰色地带 那通过这种办法 建立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它就能把这一个亿变成十个亿元 这是一块 再比较说 这个土地财政 那土地财政这些年是人们讨论非常多的 也是引起很多诟病的这种现象 因为土地财政呢 它的确是基于中国一个特有的一个政治经济学上的建设 就是土地在中国 不像在美国 美国土地是私有的 中国的土地呢 城镇土地是国有的 城市土地 那么农村的土地呢 理论上是集体所有 但实际上的话呢 地方政府是可以征用的 那集体所有 不管是乡一级政府还是村一级政府 村委会 村本就要一级政府 他们当然也都是要听党的指挥的 要听党招呼的 他们都要和地方政府配合 所以事实上呢 农村的这个所谓集体土地 也是被政府这个实际探务当中 也就是说 中国政府的话呢 他在土地这个方面 他既握有土地的征用权 征收权 同时也有土地的出浪权 而这个土地出浪呢 就给地方政府创造的太好的机会 他可以把这个当作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裁员 我只要说把这块土地拿下来了 然后我进行招标 我进行拍卖 不管是用来这个招商引资 还是用来基本建设 基本投资 那这个土地的话呢 都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一个钱袋子 那根据这个现在能够看到的材料 大概从1999年到这个去年 也就是不到20年的时间里面 中国全国的 就是包括了所有地方政府的这个土地 出浪金的收入 总收入 达到了30万个亿 30万亿的人民币 那显然这个土地出浪金 这块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裁 那当然这笔钱的话呢 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发展地方的精神 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的话 还有很多黑墙操作呀 地方政府的这个官员的腐败呀 那些问题我们就不谈了 那是肯定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笔钱主要有相当一部分 最后是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这种快速成长 这就是一块成功 虽然这个过程里面发生大量的 这个因为土地 这个财经过程当中的纠纷 发生了大量的这类的问题 那但是这个 这一块对中国经济成长 或者叫中国经济起飞 它起到了一种重大的作用 这是我们的问题 这算一条吧 再其次 如果我们再加一条的话 这就跟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也有关系了 那邓小平不是总讲吗 说我们中国 我们制度上的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能够集中这辆办大事 我们不扯 我们不像这个美国 也不像欧洲 一点什么事儿的话 吵来吵去老定不下来 我没这个问题 我说干就干 你还别说在某种意义上 邓小平说的是不错 那中国这些年的经济起飞 和这一潮 还真有关系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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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现在中国的高铁 中国现在这个在短短过去的 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建设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这个高速提到我 前不久还是叫做四横四重 最近我看报告已经 要搞成这个八横八重 那当然这是全球来讲的东西分 中国现在的话 要从北京到深圳 过去我记得坐火车 说要做这个特快 特斯团的列车 那也需要二十四小时 现在好像几个小时就能够 这个变化的确是精明的 那这个高铁当然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一 那当然它拉到基础上 而再你就想想八横八重的高铁建设 需要动用多少土地 需要有多少人开钱 这点事放在美国或者欧洲的话 那可就真难死 因为西方国家首先你要尊重 这个老百姓的疫情 来不来什么事 你要举行听证 老百姓要不答应 你这续罢不成 你不能这个硬拆的 中国没这个问题 中国从上到下一动员 所以你也可以说是它的一种优势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那这就是它的问题 好了 那我们不管怎么说 从这些不同的层面来看 它都是造成过去中国三十年 这个或者四十年 这个经济迅速的成长 甚至是起飞 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 我觉得那这个原因的话 可以从这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 尽管最近这几年 经济成长的这个速度 在一起 在下滑 现在的话呢 大概也就百分之六点起 也有人说的话 这只是个账面数字 实际数字可能未必这么高 但是你也可以理解 因为它盘子大了吧 它的基数大了吧 那它原来的话 它这个百分之十 说它技术只有100 它百分之十的话 它也不得了 那你现在的话呢 它的技术已经变成500了 它增长百分之五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总体来讲 它现在的这个势头 仍然是在望今进的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要理解中国过去这个这个几十年 它的经济的这种高速成长的秘密 那至少刚才我讲的那几个层面 应该都是解释这种现象的一种原因 张教授您刚才谈到中国经济起飞啊 它的主要原因 其实我都是非常赞同的 因为我们都经历过 见证过这个阶段 比如说我们来比较 纽约的地铁 跟我们老家武汉的地铁 或者跟北京的地铁 那就没办法比 是吧 我们的那么多是新的 并且很多线路 你看这个纽约的地铁 可能运行了我想一百年有吧 纽约的地铁人家是 你要当着地铁货管来做 人家是一百多年的地铁 是吧 所以我们当时你看 哎怎么这么破又破又旧 当然运行啊 虽然哐哐哐的声音呢 但是还是还是运行效率怎么还是不错的 但是事物从两个方面来说 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 他有经济的增长 但是他经济增长同时 也是他的问题所在 这海外的学者指出中国经济的危机 也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么您认为造成中国经济危机的因素 又会有哪些呢 其实这个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的那些因素 也恰好是形成当今中国经济危机的因素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就是说呢 这个事情是两面的 这个 中国呢 造成危机的因素 造成危机的因素 其实恰好和那些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 是同一个东西 这个 比如说 刚才我们谈到说 中国的经济成长很大程度上 是GDP将在所造成的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 一直是高速的提高 也是官方有意识所促成的一个结果 但是恰恰是这样一个GDP战略 构成了当今中国经济危机的一个重大的因素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这个GDP是要靠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来推动 那么问题在于呢 在中国现存的这个政治体制内 官员 他是对上不对下的 既然上级要考核他的GDP治疗 那他就是要完成这个东西 换言之呢 这个地方政府官员 他全力以赴去抓GDP 他考虑的首先是他自己的政绩 那首先是他自己今后的升迁的可能 或者至少是如何保住他的现有无伤 他考虑的主要是这个东西 而不是我这个投资能够带来多长的经济效果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 基于这个叫做政绩和无伤二的这方面的考虑 和基于我这个投资能不能够带来实实在的效应 能不能促进地方经济的长久的发展 是不是符合这个经济的合理化的要求 这两个东西之间不是一回事 能够吻合的时候不动 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 那么这就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地方政府的官员 他为了加大本地的这个GDP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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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值 满足完成上级的任务 那他就可能去盲目的去投资 只要我找的钱了 那我就愿意上了个项目 但是这个投资的话呢 对这个当地的长远的经济发展 未必是一个合理选择 说这种投资能不能有合理的回报率 这个投资能不能够带来一个好的经济效果 不一定的 这算这算一个问题 那你想啊如果这种现象多了 他势必会造成一个就是 所谓无效投资的数量 那么无效投资的数量越来越多 他就会造成一个产能的过剩 在某些领域的产能的过剩 事实上的话呢在今天中国经济当中 产能过剩已经成了一个关键词 已经成了一个像中南海非常头疼的问题 说到这的话我们普及一点经济学常识 什么叫做产能过剩 按照国际的通行标准 一个某一个行业他生产产品 那么如果说他的产品 基本上被 消费了 或者说他基本上被卖掉了 那就意味着的话呢 他这个产能他是健康的 是合理的 那产能利用的 比如说你这个一百灯钢 我们随便举例子 一百灯钢 假设你卖出去的八十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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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灯 被用到这个实际的这个这个这个 建筑当中 那 那就意味着他的这个产能利用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产能利用率一般来讲被认为是一个合理水平 如果不到百分之八十 但是高于百分之七十 这样的产能利用呢 已经被认为是过失了 如果低于百分之七十 那就是产能的严重过失 这是国际通行标准 好那我们看看中国 刚才我说了个钢铁 中国现在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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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能 在1996年就已经超过了一亿 那 稳居这个世界之手 但是中国的这个这个 钢铁的这个这个产能利用率 只有百分之六十七 换言之就是 基本上接近三分之一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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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生存了以后 那堆在库房里面卖出去 就这么个状态 中国这个工业总体的产能利用率 他的标准啊 他的这个水平现在是百分之七十八 那就总体呢 他就处在一个过剩状态 不到百分之八十 那有七个行业 有七个行业的这个 他的产能利用率是低于百分之七十 也就是说他处在严重过剩的状态 那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钢铁产业 那 此外还有像水泥产业 那还有像平板玻璃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 造成的 都是 那这种这个 如此高的这样一种这个产能过剩的状态 这对一个国家的惊喜当然不是好事 他意味着你生产了太多的卖不出去的东西 太多的压在固房里的东西 太多的不能够收回投资的东西 因为你卖你这个东西生产出来以后卖不成钱 对吧 你的资金就没有办法回路 你整个这个流动资金的这个这个周转就会出现困难 企业经营就会造成困难 对不对 这是一块 这是一块 就是产能过剩 这是当今中国经济危机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算一个例子吧 其次房地产 房地产 房地产当然凡是在中国生活的老百姓大家都有体会 这个像北京我在北京是生活了多少年 多半辈子 北京现在的这个这个这个房产价格之高 那真的是令人难以想象 现在三环以内大概这个这个每平米 建筑平米啊 大概得在七八万以上 二环以内就跟蒙说了 所以现在这个这个这个北京的房价一直很高 所有一线城市和北上广不是如此 当然现在的话二三线城市好像最近这个这个这个房产价格有些下跌 因为它过去太高了 高的完全离谱了 是吧 一个这个普通的一对年轻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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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妇 就算他们是中产阶级 一年能挣个比如说是五十万啊 或者六十万甚至一百万 他想买套房子 就算首富 他也得一辈子不吃不喝 能把这钱还人去不算 大概就这个状态 所以这就是完全不合理 这是一块啊 就是房地产价格虚高 是吧 这个泡沫成分非常之大 那有可能说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是吧 比方说 刚才我们说的土地收容金 政府收的土地收容金非常非常高 是吧 假设这块地的话呢 是用来开发房地产 那就意味着房地产商人为了拿到这块地 他付出了很高很高的钱 你看 那怎么办呢 是吧 房地产是个产业 是吧 那当然不能够陪着买的 他还要赚钱 那这个时候 房地产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投资者 开发商 做一个理性的一个经纪人 他的合理的做法 当然是提高最终的房子 这才使得房地产商自身 能有一定的利用空间 这就造成的话呢 这个买房的人最后 他是承担了全部的这个负担 这是中国这个这个这个地产的价格 非常非常高的 是吧 这么一个原因 但是 有趣的就是说 中国现在存在的 一方面是房地产价格非常高 另一方面的 是吧 这个超供给的这个现象很严重 就是中国的地产的这个这个房子的 空置率也很高 很多房子卖得出去 这现象说起来的话 这是这是思想矛盾 对吧 你价格又高 但是牛卖不出去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到底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是吧 当然国内经历学家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说的话 就是说房地产现在出现的这个情况 在其他各国应该说是少见 是吧 那这种情况当然也是构筑中国的经济 非常不健康的 那我们或者换句话说就是 包含着重大危机因素的 这种现象 这算是一个 而且 而且不管是产能过剩也好 是房地产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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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也好 他们都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导致危机的一个因素有的那就是金融 刚刚都是忙不着借钱 不是靠自己的这个那点资本金 他是要广泛的去借钱 跟谁借呢 当然是和这个国有商业银行 中国现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而且这里面又涉及到党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治经济学生的现象 就是银行借贷 他不是说谁来找钱我就借给你 他一定是借给那个所谓优质客户 什么叫优质客户 优质客户简而言之 或者他具有偿还能力那才叫优质客户 但是在中国的话 谁都知道 真正是重要的那个国有企业 或者重要的工程项目 那背后一定是有党国在支持 一定是有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在支持 你就是亏了本那也没关系 最后有人会替你买钱 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呢 那在国有银行的眼里边 凡是国家的重点企业 凡是国家的重大项目 其实都属于一个物质项目 那我就可以去 我就可以给他贷款 更何况中央往往有这个要求 他要求这些国有银行 你要支持这些个重大的这些项目 支持重大的这些企业 其实这也是造成 在前面咱们所说的产物过剩 这个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这么一来的话呢 它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债务 你想啊一个企业生产了很多东西 借了一大堆款 但是东西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他还得给工人发工资 他流动资金还得走转 他就还得向银行借购 那这个长此以往的话 他会形成恶血循环 而银行的话呢 基于刚才我们所说的原因 他往往还不能够继续 这个带给这个企业 因为这叫什么呢 这台中国叫做兜底机制 国有银行 它承担这个责任 他不能让这个企业真的垮台 因为企业一垮台 工人要失业 工人失业马上造个新的社会问题 而且马上会影响对方政府的政策 而这些问题都是连带的 所以显而言之的话呢 为了让这个企业还在那撑着 哪怕你的产能已经相对过剩了 哪怕你的工人的话 现在已经无事可做了 但是这个企业还得在那等待 还得靠银行不断的给它收洗 而这种情况过去这些年里面 在中国是续续做过的 有人把这种现在形成为所谓僵尸企业 那你想想 这实际上是造成了中国一个巨大的一种金融风向 就是这个钱是无端的挖一个无底肚里的在扔 在偷 但是时间拿不回来 拿不回来怎么办 得亏是党国 党国还是有办法 实在没准 那就是 银票 骚备厂 这是反正是这个 那你要听他的话 需要你印多事 你要印多事 那这个过程里面的话 就是基于这样一种 这个巨大的债务的需要 他有时候的话 往往没办法的办法 就是去印照片 来缓解这方面的压力 缓解这方面的培计 此外印钞票当然 这个还有其他一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 这个 由于中国实行外汇管制 那实行强制结汇 那所以中国的巨额的这个贸易顺差 造成的这个中国的这种这种外汇结存 它是不能够在国内随便流通的 你要想流通也没关系 你必须换成人民币 那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也是造成中国要大量的印制纸币 那尽管它并不真的代表 它背后有相应的金属作品 这当然也是个重要原因 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所谓输入型通过 不管怎么说吧 不管是因为强制结汇造成的这种 这个对货币的压力也好 还是由于巨额的债务链条 所造成的这个增发货币的需要也好 简而言之 是吧 所有这些因素都造成了中国的广义货币的激增 那就是人们常说的那所谓M2 那达到这样一个数字 相当于去年GDP总值的两倍 那你这么巨量的这种广义货币M2 在这个市场上流通 这当然构成一种巨大的进入 而且由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因素 产能过剩 实体经济不振 因为我们都觉得实体经济挣钱太难了 房地产似乎是挣钱的买卖 但是房地产现在也是觉得好像这个风险很大 所以的话很多钱流落到虚拟经济里面 进入股市 但是中国的股市 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的股市是被操控股市 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自由市场进展股市 所以这些因素都加在一起 大体上构成了当今中国经济生活里面 所存在的各种危机的这么一种状态 就是这个产能过剩 僵尸企业 这个房地产泡沫 这个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加大 实体经济不振 虚拟经济扭曲 这些都加在一起 大体上构化出了 当今中国在经济上所面临的困局 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 是一种中国经济存在著 诸多危机因素的一种 这个转移的情况 我说的未必权 但是大体上应该差不多 是什么东西 不是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 因为我会认出 这些东西 我的东西 有什么东西 我会认出